大家好,欢迎来到幸福新语 今天要为大家分享的故事是 爸爸车祸后生死未卜 小三鞋子打上门想分遗产 我联合我妈果断布局 让这娘俩一分也得不到 我爸此刻正躺在手术室 生死不明 妈妈,你别担心 爸爸肯定没事的 看着我妈在手术室来回踱步 我忍不住出声安慰 我妈愣了愣 走到我面前抬手摸了摸我的头 音音,你还小,你不懂 妈妈,我,我刚想说 我什么都懂 走廊处就传来一道 女人的惨力地哭声 让我渐渐少天 求你们了 放我过去渐渐少天吧 女人的哀嚎划破了医院的宁静 作为路人 说不定得脑补一段有情人被迫分离的感人故事 可,少天 刘少天 是我爸爸的名字呀 我歪着脑袋 看着妈妈 她脸色暗了暗 会暗不明 女人叫得愈发凄厉 不过 被保镖拦着 她应该也过不来 就在我犹豫要不要让保镖将人赶走的时候 我妈起身了 朝走廊处走过去 见状 我连忙跟上 走廊拐角处 保镖拦着一个女人 她怀里还抱着一个小男孩 看起来六七岁的样子 让人看着感觉不舒服 见到我们过来 女人眼睛亮了亮 飞速闪过一丝精明 她抱着孩子 跪到了我妈面前 刘太太 求你让我和孩子见上天一面吧 我听说她出事了 我的心都快痛死了 你也身为人母 你难道忍心 孩子见不到她爸爸最后一面吗 女人眼眶红肿 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她怀里的孩子也挖地一声大哭出来 朝我们大吼 我要爸爸 我要爸爸 你们都是贱人 抢了我爸爸 等我见到爸爸 我要让他打死你们 这就是电视剧里说的吧 小三写子上门挑衅 在原配面前 装柔弱博取同情 死生子更是大放厥词 可见这个女人平常没少 在她儿子面前 说我和我妈的坏话 已经能看出 这孩子长大了 也不会是什么好东西 我也真替我妈委屈 被小三这么挑衅 我这么想的 也这么说了 阿姨 你是小三吗 你生的孩子 是不是叫私生子 你 那个女人顿了顿 恶毒的目光扫向我 你妈就是这样 教你和长辈说话的 我妈一脸风轻云淡 直到那个女人 把矛头指向我 她瞬间变了脸 更是在我没看清的瞬间 出手 一巴掌扇到女人脸上 我甚至在我妈脸上 看出一丝爽色 张倩 我女儿说错了吗 怎么 我老公还没死呢 你就想带着这个私生子 来分遗产了 原来 这个女人就是张倩 在我十八年的生活中 张倩这个名字 无孔不入 多半是伴随着我爸妈的争吵声中 而我爸 也一次次因为这个女人 丢下我和我妈 在我生病住院 我妈衣不解代地照顾我时 这个女人一个电话 就能把我爸喊走 更是因为这个女人 一次次指责我妈 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 跟个泼妇一样 你凭什么和张倩比 连个儿子都生不出 那次我就明白了 张倩就是我爸的白月光 年少时两人相恋 张倩贤贫爱父 抛弃了我爸 却没想到 我爸被豪门认回 还成了继承人 后来 我爸和我妈家族联姻 生下了我 一开始 还算恩爱和明 直到那个女人又出现 还替爸爸生了个儿子 刘希 我爸的用意 就是刘家的希望 看名字就能知道 我爸对这个私生子 有多看重 自此爸爸 更是连家都不会 要不是碍于家族联姻 牵扯太多利益 我爸早就和我妈离婚了 就连我爸这次的车祸 也是在去找他的路上 翻车打滑 狠狠撞上了 路边的防护栏 你居然敢打我妈吗 我要打死你 刘希从张倩怀里挣扎出来 就要往我妈面前冲 我伸出脚 一半 啪的一声 刘希整个身子 往地上一道摔在了地上 脑袋瞬间磕出了一个大包 当场昏死过去 张倩抱着刘希在医院大闹 说我妈是杀人凶手 害死她男人 还想害死她儿子 撒泼打滚都用上了 也没用 毕竟在这里 唯一能护着她的就是我爸 人都还在手术室没出来呢 外面的人都是我妈的人 保镖更是专业 一动不动眼神 都不带多余的 张倩最终是气急败坏的鲨鱼而归 我以为我妈会难过 毕竟被小三上门挑衅 还被迫听了一番他们的相爱故事 没想到 我妈好像根本没放在心上 还有心情问我 音音 饿不饿 妈妈让人给你买点东西吃 我拒绝了 我爸躺在手术室里 我怎么吃得下东西 三个小时后 手术室灯暗了下来 我的心也随之提了起来 只见医生出来和我妈交谈 大致就是 暂时保住了性命 但是后续还是有感染的可能 我垂了下了眼眸 掩饰住了眼底的失望 没错 我真的很想很想爸爸 就死在这场车祸里 毕竟 他不是我的爸爸 他是别人的爸爸 我妈好像能看清我的内心一样 对我笑了笑 音音 别急 我咯噔一下 不敢说话 我和我妈在医院守了两天 我爸还是醒了 不过 他没有从ICU转出来 身上多处骨折 重度烧伤 只能在ICU里隔离 我想见见张倩 还有小夕 我爸只字未提我 甚至连眼神都不屑分一刻给我 哼 刘少天 一个小三和私生子 就值得你这么念念不忘 你还是想想自己还能活多久吧 我妈没答应刘少天的要求 牵着我就离开了病房 身后还有我爸隐约的叫骂声 接下来的几天 我妈好像很忙 家里来了一波又一波的人 有些人我认得 是公司的高管 也有些人我不认得 我爸病危的消息也被放了出去 连学校的老师同学 见到我都免不了关心慰问我一下 而我总得配合他们演戏 适当的时候掉几滴眼泪 没想到的是 张倩居然趁着我妈不注意 找上了我 刚放学 今天司机请假 我只能自己回家 我刚走到校门口 一个女人拉着儿子 就冲了上来 拦住了我的去路 我还没说话 母子俩人 齐齐就跪了下来 死死扯住我的衣角 仔细一看 是张倩和刘夕 我扯了扯自己的衣角 被拽得太紧扯不开 也就放弃了 冷冷地看着他们 你们想干什么 这一瞬间 我脑补了很多 更是想到 她是不是想用我 威胁我妈 不得不说 我猜得八九不离十 只见张倩和我对视一眼 神情坚定 然后 她一边扯着我的衣角 一边磕头 一下 两下 三下 额头已经红肿了起来 音音 阿姨知道你是个好孩子 这是你弟弟 阿姨不求别的 就希望你能认回这个弟弟 这可是你唯一的弟弟啊 你是个女人 以后终究是要嫁出去的 家里没个依靠 以后你怎么办呢 你放心 小夕肯定会好好孝敬你和你妈的 阿姨什么都不求的 你要是实在不喜欢我们母子 那你就让我们最后再见一眼 你爸爸 行不行 随着张倩的哭诉 周边围观的人也越来越多 这是什么情况啊 刘音还有个弟弟吗 这你还看不懂啊 这女的一看就是小三啊 这孩子估计是私生子吧 对啊 听说刘音爸爸出车祸 现在还在SU里呢 就算是私生子 那应该也有权 见自己爸爸吧 都把人逼到学校来求情了 私生子也享有婚生子的 同等权利不是吗 周围的声音嘈杂 居然还有人帮小三和私生子说话的 要不是时机不对 我真想问问他脑子咋长的 还是说自己也是个私生子 才会同情人家的遭遇 显然 这就是张倩想要的局面 她眼底飞闪而过的得意 还是被我捕捉到了 音音 你妈妈不喜欢我 我理解 其实你也不知道 我和你爸先认识的 可后来爱不住家里的压力 你妈又非得嫁给你爸 这才活生生拆散了我们 你胡说 根本不是这样的 我想都没想脱口而出 张倩却不管我 自顾自地添油加醋地 说着她和我爸的恋爱过往 把自己塑造成了受害者 而我妈才是那个小三 用权势分开一对有情人 我再怎么替我妈说话 周围的声音也渐渐变了 啊 那这样也不能怪这个阿姨了吧 明明是刘音的妈妈仗势欺人 好可怜啊 就是 就是 现在还不让人儿子见自己爸爸 果然有钱人的心都是黑的 这样看来 刘音妈妈才是个坏爷 听见别人说我妈 我一点也忍不住 冲着人群就喊 她胡说 明明是她当初抛弃的我爸爸 我爸自己追求的我妈妈 我妈才是受害者 她什么都不知道 明明是张倩不清楚我爸的身份 以为她只是个穷小子 然后跟有钱人跑了 后来她被人甩了 回头发现我爸竟然是豪门 这才又和我爸勾搭上了 明明是她自己贤贫爱妇 张倩假惺惺地抹了把眼泪 那是你妈 自然是不可能和你说实话 我其实也不怪你妈了 我只是个普通人 能在这个城市有个容身之地 就很满足了 哎 张倩的一波示弱 让大家都更加同情 甚至有我的同学 好心出言劝我 刘因同学 这位阿姨说也是受害者 你妈犯的错 你也应该赎罪 你就带这个阿姨和她儿子 去见一面你爸爸 我斜眼看了眼出生的同学 你这么大方 不然你回去和你爸说一声 把你爸在外面的私生子 也接回家 做不到就少说风凉话 还有 我妈根本不是什么 破坏感情的第三者 她说这个孩子是我爸的 就是了 我还说你是你爸爸的呢 你也认回去 说话的人也不再吭声了 是啊 刀子没刮在自己身上 谁也不觉得痛 明明我妈才是最无辜的那个 十八年来 任劳任怨地操持着这个家 忙里忙外 还唠不到一个好 我替我妈不值 张倩也不再跪我 静直站了起来 用只有我们两人能听见的声音低语 你要是识相点 带我去见你爸爸 否则我天天来学校闹 你个坏人 我要打死你 你死了 我就能见到爸爸了 爸爸的财产也都是我的 刘夕不知道 从哪掏出一块拳头大小的石头 朝我脑袋上砸了过来 我一个分神 没躲开 额头瞬间鲜血直流 砸得我眼冒金星 等我缓过神来 刘夕早就钻进张倩的怀里 躲了起来 见我望过去 还不望朝我做个鬼脸 我一个箭步冲上去 也不管是不是在人多的地方 揪着刘夕就往她身上打 这样的后果就是 学校保安出来 直接报了警 我和张倩母子被带去了警局 张倩一直替她儿子辩解 小孩子不懂事 也不是故意的 不就随手砸了一下吗 又没什么大事 我妈就是这时踏入警局的 这时我额头上的伤口也干涸 只是伤口没清理 看起来有些恐怖 而我也是第一次发现 平常温柔淑女的妈妈 也有这么暴怒的一面 她拎起手上的包包 就朝张倩脑袋上砸了过去 完事还拍了拍手 冷笑着 我也不是故意的 你应该不会生气吧 我妈一把将我捞起 仔细看了看得额头上的伤 确认没有什么大事 才松了口气 随即 目光凌厉地扫向张倩 她哆哆嗦嗦地躲在警察身后 警官 你可要为我们做主啊 光天化日之下 她都敢在警局对我动手 我们母子俩可真苦啊 呜呜呜 来的路上 我早就和警察 说明了情况后 就乖乖不语 反而是张倩 一个劲地说 要把我关起来 让我坐牢 警察叔叔们 都是能明辨是非的 明明张倩先挑事 她儿子先动手 我妈 作为一个母亲 替自己女儿出气 有什么不对 张倩大闹说 要把起诉我 要带她儿子去验伤 毕竟她儿子未成年 杀人都不能判刑 而我已经满十八了 我担心自己给妈妈惹了麻烦 刚想道歉 就听见我妈说 你不是想见刘少天马 可以 我同意了 张倩大喜 这件事自然也不了了之 我以为我妈 只是敷衍张倩 没想到 她是真的同意 张倩见我爸 当时我还问 我妈为什么 见吧 让一个人有了希望 然后再经历绝望 不是更好玩吗 那也是第一次 我妈在我面前 暴露了她的真实面目 冷漠又无情 像极了造物主在 俯瞰自己农场的火机 等她完够了 然后再把家都抄了 我也对我妈 即将做的事兴奋起来 ICU内 张倩带着刘西 在我爸病床前痛哭流泪 而我爸 居然也哭了 可惜 她生带感染 这个时候 已经说不了话了 而我和我妈 则在隔壁病房 冷眼看着监控 张倩也发现 我爸说不出话 她连忙给刘西使眼色 刘西眼珠子一转 直接就大哭了起来 爸爸 小夕好想你 小夕想来看你 可是那个阿姨和姐姐不肯 妈妈就跪下来求他们 他们还打小夕 爸爸你快点好起来 不然小夕会被他们欺负死的 嗚嗚嗚 还真是恶人先告状 也不重要就是了 刘少天从来不在意 我这个女儿的 面对监控内的温馨 我根本不为所动 很早我就知道了 爸爸又不爱我 张倩也一脸担忧 少天 要是你走了 我和小夕怎么办呢 我们干脆下去 陪你好了 我爸听着急了 这也是我第一次见到他 露出担忧的神色 他艰难地从喉咙里冒出几个字 断断续续的 小夕我会把财产留给你 立遗嘱 张倩眼睛一亮 他就等着这话呢 我也明白 什么年少情深 他这样闹 不就是为了我爸的财产吗 我看着我妈 她却好似全然不担心 一副有所准备的模样 这些日子 我妈接手了公司 她也从我 记忆中的家庭主妇 变成了职业女强人 我想 这才是我妈本来的模样吧 只是因为有了我 她才渐渐地失去了自我 我妈好像察觉到 我想了什么 出言安慰 音音 妈妈不觉得后悔 有你妈妈很开心 张倩母子得到我爸的保证后 没有久留 很快 我爸的律师就出现在了病房 嗯 他竟然要把所有财产 都留给那对母子 丝毫没有考虑过我和妈妈的感受 那一瞬间 我想冲到隔壁 拔了他的氧气罐 直到我看见 我爸的律师出现在我妈面前 他告诉我妈 刘总打算把所有财产都给那个孩子 我妈冷冷笑着 红唇清起 她不会以为 还有她决定的权利吧 我一点也不担心 这个律师叔叔 一早就在我家出现过 张倩母子得了我爸的保证 又在我妈有意放水的前提下 旁若无人地大肆进去 I see you 每次见了病房门口的保镖 都得嘚瑟一句 哼 一群狗眼看人低的东西 现在怎么不敢拦我了 到时候 我儿子继承家产 你们都要被开除 有时甚至我能看见 刘夕偷偷摸摸地使唤 让保镖给他骑大马 人家要是不肯 刘夕就学他妈 以后 我可是刘家唯一的继承人 你要是敢不听我的 我就把你打死 嗯 看起来比他妈还霸道 碍于我妈的指示 保镖对张倩母子 可谓是言听计从 任劳任怨 甚至都让张倩有了错觉 好像她才是刘太太一样 这不 都敢嘚瑟到我妈面前了 少天休息了 不想见你 你们回去吧 张倩带着保镖 把要探病的 我妈拦在了病房门口 脸上的得意更是止不住的张扬 我妈也不说话 任由路过的人围观 也有好事者拿出手机拍摄 还不忘点评两句 听说栏门的这个是小三 把原配妻子和女儿堵在门口 不让见自己爸爸 真是可怜哪 我也很是配合 挤了两滴眼泪 可怜兮兮地望着张倩 阿姨 你就让我和我妈进去吧 呜呜呜 我知道你和爸爸感情好 可我妈才是我爸的合法妻子 你怎么能不让我们见爸爸呢 我妈也红了眼眶 任谁见了也觉得凄惨 刘夕这时 从病房内冲了出来 手里还拿着水果刀灰来挥去 你们这两个贱人还敢来 都给我快点滚 里面的是我爸爸 和你们没有关系 还有几分得意的挑衅 我爸说了 以后他的钱都是我的 你现在要是跪下求我 我说不定还能给这个老女人留套房子 围观的人逐渐多了起来 现在私生子也太嚣张了吧 就是说呀 你们这些男人 真不是好东西 张倩有些慌了 你们看什么看 不许拍 再拍 我就告你们侵犯我的肖像权 他踢了踢旁边的保镖 你们还不把人赶走 愣着干什么 都是一群废物 保镖朝我妈看过来 直到我妈不着痕迹地点了点头 他们才开始驱逐路人 人都被轻散 人都被轻散后 张倩笑着走到我妈面前 母子俩趾高气扬的姿态都一模一样 温婷 你看见了吧 我是你石香点自己带着女儿走远点 我和少天才是真心相爱的 你除了会投胎 还有什么 我妈嘴角微钩 目的达到了 自然就是等着看好戏了 我有什么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我妈带我从医院离开时 我刚好看见刘夕 拿着她脏兮兮的手 在病床上拱来拱去 哦 医生当然劝过 只不过张倩觉得 医生收了我妈的好处 觉得就是故意为难她 看不起她 她当然不听劝导了 在ICU病房 张倩母子随意出动 还不做任何隔离措施 后果自然是 我爸当夜病情加重 需要手术 我妈接到张倩电话时 她正喝着红酒追着去 穿过电话 我都能听见张倩哀求的声音 温婷 你快来医院吧 少天的病情突然加重 做手术需要你签字 那你求我吧 我也不是非得要这个男人 你 大概是医院那头催得急 张倩不情不愿求着 我求你 求你来给少天签字 我妈这才大发慈悲同意了 还不忘烧上我 音音 走吧 去见你爸爸最后一面 我眼睛都亮了亮 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到了医院 张倩迫不及待 就要拉着我妈签字 被我妈扯了开 你要是想我签字 你和你的好儿子 最好别出现在我面前 张倩不得已 一顾二看三回头 还是离开了医院 医生拿着手术同意书 我妈问了问 手术成功的概率 有多大 能恢复健康吗 没事 您实话和我说就行 医生一脸为难 他也不能违背自己的医德 实话告知 关于您先生的病情 已经没有太大救治的希望 继续做手术 也只是让病人受更多的折磨 尤其是现在伤口感染 我懂了 我妈也懂了 我妈大手一挥 在放弃治疗上签了字 既然这样 那就不治了 不要再浪费医疗资源 刘少天也被转入了普通病房 简而言之 就是等死了 我妈更是毫不留情 直接告诉了她 说说一言吧 你就快死了 刘少天颤颤巍巍地想抬手 最后无力地只能抓着床单 温 温婷 我要见张倩 还有小夕 看哪 这才是一个父亲 我走到病床前 俯下身 爸爸 你是忘了 还有我这个女儿吗 刘少天迷茫了一瞬 眼底带着厌恶 不愿意多看我一眼 爸爸 我知道你很难受 做了十八年你的女儿 没什么好报答你的 就让我送你最后一程吧 随后 我亲手拔了我爸的氧气罩 眼见着他呼吸急促 痛苦挣扎 渐渐地缓慢 最后没有了气息 我没有流一滴眼泪 我妈也没有 在我爸厌气的半个小时后 他已经从一具冰冷的尸体 变成了小小骨灰盒 我捧着骨灰盒 忍不住响起 其实我也有个弟弟 只是还没有出生 就被我爸亲手害死 那天我妈已经怀孕五个月了 而我才八岁时不时地 就生病发烧 张倩打电话来说他脚崴了 把我爸急得不成样子 他喝了酒怕酒驾 非要把家里司机带走 我妈求他 把司机留下 或者顺路捎带 我们去趟医院 我爸呢 他只是不耐烦地 将我妈甩开 你不会打车吗 倩倩脚都歪了 你女儿只是发个烧而已 大惊小怪 真是可笑 在半山的别墅区 大半夜的 要是能打到车 我妈还会求他吗 他那一甩 直接将我妈甩在地上 我看着我妈大腿处的鲜血直流 拼命地叫住爸爸 他头也不回 那天 我只记得雨很大 我跑到隔壁去求助 拍了很久的门 可惜 还是太迟 我妈还是流产了 是个未成型的男婴 而刘少天 长达一个月没回家 知道我妈流产后 还指责他 让你肚子里揣着个孩子 你都保护不了 你要不是投了个好胎 你这辈子就是个废人了 我那时还小 只知道妈妈被欺负了要维护 明明是爸爸把妈妈甩开 妈妈才摔倒 弟弟才没有的 刘少天 当场就重重地给了我一巴掌 大人的是你少管 一个女孩家家的 以后还不是要嫁出去 真是白养 后来就是张倩生下了刘希 刘少天更是家也不回 要是我妈想要离婚 她就威胁 你要离婚的话 刘依是不可能给你的 我可保证不了 张倩会不会好好对她 说来说去 她就是想家里红旗不到 外面采旗飘飘 我妈那段时间浑浑噩噩 神志不清 经常抱着枕头问我 音音 你看弟弟可不可爱 一开始 我还试图唤醒妈妈 可我发现 只要我一说 妈妈就像受了刺激一样 直接抓狂 至此 我不敢再说一句 让我妈彻底清醒 是有一次 她抱着我站在了阳台上 眼看她就要抱着我跳下去 我哭了 一直抱着她 妈妈 我怕 音音怕 我妈这才回了神 着急忙慌地把我抱回了卧室 那天 她抱着我哭了很久 一直和我道歉 也就是那天起 我再也不需要爸爸了 这下 我和我妈终于解脱了 我望着怀里的骨灰盒 眼角划过一滴泪 被我妈轻搂在怀里 音音 乖 音音不哭 出于人道主义 我们还是替刘少天举行了葬礼 葬礼当天 形形色色地来了很多人 他们好像很伤心 然后再劝我妈节哀顺变 正准备宣告到辞 张倩拉着刘西闯了进来 温婷 你这个贱人 是你故意害死了少天对吧 那天 他明明可以救 你是放弃治疗的 是你是你 你到底为什么要这么做 你非得拆散 我们一家吗 比起之前 张倩这次更加撕心裂肺 伤心欲绝 保镖想拦着他 被我妈阻止了 只见 我妈走到张倩面前 抬手就是一巴掌 这一巴掌 是惩罚你惊扰灵堂 换手 又是一巴掌 这一巴掌 是替我未出事的孩子打的 第三下 这一巴掌 是替你爸妈打的 惩罚你之三当三 破坏别人家庭 该打 张倩被打猛了 第一次见我妈气场全开 场上没一个敢出声 连被灌得无法无天的刘西都 躲在张倩身后 你 张倩捂着脸 震惊地看着我妈 你敢打我 打都打完了 你还问 再问 我再打 我都想给我妈鼓掌了 真的好霸气 张倩下意思缩了缩肩膀 随即她又想起来 自己来的目的 一把将身后的刘西 扯到大家面前 她当着大家的面 高声呼喊 这是刘少天的亲儿子 大家给我们平平礼 是不是应该让孩子认祖归宗 这家产怎么说 也有我儿子的一半吧 刘西也配合哭着 哇 呜呜 我要爸爸 我要爸爸呜呜 嗯 你说得对 确实是 我妈揉了揉手腕 张倩听着眼睛不觉亮了亮 眼底的贪婪毫不掩饰 我妈又继续说道 可你有什么证据证明 她是刘家的种 总不能随便来个野种 都说是刘家的孩子吧 身旁的人也纷纷点头 显然是赞同我妈的话 张倩不假思索 你 这还需要证明吗 你明明知道她 我知道什么 要是这个孩子 是你和别人的野种 难道我也要认吗 现在老刘死了 你想怎么说都可以 张倩的话被我妈打断 她这才意识到 我妈根本就没打算 让这个私生子认祖归宗 张倩很快想到了什么 一脸得意 老刘留了遗嘱 他说了 财产都是我儿子的 这你总不能抵赖了吧 我感受到身边投来不少联系的目光 大概是觉得我和我妈可怜 死了老公 死了爸爸 葬礼上还冒出个私生子争夺遗产 我妈汉手 那你把遗嘱拿出来 给大家看看 没凭没据的你想让大家 怎么相信你 张倩哪里拿得出来遗嘱 那只是刘少天口头上说的 无凭无据 连录音都没有 张倩慌了 好像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她在场扫尸一圈 看见了谁眼底迸发出一抹光亮 一把就冲到一个男人面前 哦 刘少天的律师 张倩眼底迸发着期望 死死扯着律师的衣角 少天说 这话的时候 你也在场 你可以替我作证对不对 可惜 律师早就是我妈的人 根本不可能认 张倩拿不出证据 当场就被我妈赶了出去 她嘴里叫嚣着 要我妈好看 葬礼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我们选了海葬 对外就说 这是我爸的要求 实际上 只是希望这种渣男 死了也得喂鱼 他有什么资格 死后还享受后代的香火 就应该死无全尸 不得安生 接下来的事 就更简单了 爷爷奶奶早逝 我和我妈是 第一顺位继承人 张倩不知道得了谁的指点 竟然想用网络舆论 逼我妈主动将刘希接回家 她联系了一档调解类的电台栏目 在栏目上哭诉 张倩希望能让自己的孩子认祖归宗 还哭诉 自己和刘少天情投意合 当初都是因为我妈横插一脚 才导致她不得不成为了小三 是我妈逼迫两个有情人 不能忠诚眷属 话里话外更是指责我妈 害死了刘少天 她说前一天人还好好的 就我妈去了一趟医院后 刘少天当晚就感染恶化 更是说我妈心肠歹毒 明明人还可以抢救 她选择了放弃治疗 她说我妈就是害怕 刘希和我争夺家产 反正在节目里哭得 要多惨有多惨 节目一播出 有些不明事情原委的网友 就想开始网爆我妈 好在她有先见之明 之前张倩是如何把我妈拦在病房门口 作威作福的都被人扒出 人证物证都有 张倩抵赖不了 紧接着 舆论风口 我妈又晒出证据 明明是张倩和她儿子随意出入ICU病房 更是不听医生的建议做好隔离消毒措施 这才导致刘少天病情感染恶化 以及刘少天出事那天就是在 去找张倩的路上出的车祸 不知道我妈怎么就联系到了 当初张倩劈腿刘少天后跟随的富二代 人家出面指证 是张倩主动勾引的她 网友在818时间线 一下就明白是张倩劈腿 我妈才是最惨的那个 张倩见舆论风波行不通 甚至自己还有被网爆的风险 她干脆起诉我妈 要求合理分配刘少天的遗产 在法庭上 张倩晒出了亲子鉴定 可惜被判为无效 她提供的证据并不能证明是刘少天的DNA 更别说刘少天尸骨无存 连个坟墓都没有 总之 这场起诉 我妈完胜 我妈直接当场起诉 要求张倩归还刘少天婚内财产 从他们结婚开始 每笔消费我妈 查得一清二楚 树木高达几千万 更别说张倩现在住的洋房别墅 也是刘少天出的钱 我妈当然有权利要回 这下 张倩不仅没办法利用自己儿子 瓜分刘家家产 还得赔偿我妈一千多万 以及名下所有的房和车子通通归还 张倩当然不肯 碍于被法院强制执行 连银行卡都被冻结 这些年 她靠刘少天养着 衣食无忧的 连工作都没有去找 更别说她一个高中都没毕业的学历 根本没有什么大公司要她 一开始 她还会去餐厅洗洗盘子 可享受过生活的她 怎么能忍受这种生活 没多久 她就通过别人介绍 进入了夜总会 不得不说 张倩长得有几分姿色 加上这些年生活滋润 看上去就跟二十出头的小女生一样 还是有男人看得上她 她玩得又花 到后来 她还直接把男人带回了出租屋里 被刘夕发现后 当场大吵大闹 惹得男人败了兴致就要走 张倩直接一耳光扇到刘夕耳膜破裂 要说 刘家的孩子 骨子里都有着几分冷血 刘夕也不知道和谁学的 当场就报警 告他妈家庭暴力还卖淫 警察把张倩和那个男人带走 刘夕因为没有及时得到治疗 左耳失聪 张倩更狠 出狱之后 直接抛弃了自己的儿子 和男人跑出了国 再也没了踪影 我妈听说后 还是好心地把刘夕送到了福利院 还花钱给她住院治疗 我问过我妈 为什么要帮她 我以为我妈会说出孩子无辜这种话 没想到我妈却说 你觉得这种孩子长大后 遭受社会的折磨 比让他死了 更痛苦吗 没想到 我妈一语成衬 刘夕进了福利院后 依旧没改 她那娇暴的脾气 更是会因为一点小事 就和人打架 可在福利院的孩子 又有几个是好欺负的 刘夕更是三天两头地挨打 后来 我高中毕业 直接出国留学深造 也就再没听过他们的事了 至于我妈 早就从一个家庭主妇 变成了职业女强人 别人对她的称呼 也从刘太太变成温总 看着她发光发热 我为我的母亲感到骄傲 并且我相信 我会变得更加优秀 我会变得更加优秀 我会变得更加优秀